OK 接下来看一下第十一题 Merry got 这个got 是过去诗 它是get get 的过去诗 之前他得到了 这个是二上的文法 Merry got two dolls from her grandfather on her birthday and she liked 怎么样 一定 这个夹底 这也是一个过去诗 喜欢的过去诗 这个二上就要学了 like 怎么样 very much 非常喜欢 two dolls 两个娃娃单数 复数嘛 对不对 复数 不会用her 单数 eater 单数 那因为它是有指定了 这两个娃娃 爷爷送的两个娃娃 所以是有特定的两个娃娃 不用one 是用them 非常喜欢它们 所以选猪 OK 好 T-H-E-M OK Merry got Merry got two dolls from her grandfather on her birthday and she liked liked them very much OK 好 好 来 因为它是动词 动词我们要用受割嘛 动词要加受割 OK 用受割 复数用them 好 我们看第十二题 好 Amy 说怎么样 blank flower do you need ray 回答blank flower 好 来 flower 什么 面粉 面粉 细细碎碎不可数 粉状物不可数 粉状物不可数 面粉 所以要什么 how much 或者是用量词 几包 how many bags of 对不对 how many bags of how many bags of 好 A 少了F 好 第二 how much 对答案留着 how much 这个也对 留着 how much也对 留着 好 哇 那么多答案 再来 flower 我们看一下 how much 对了 可是 flower 不可数 可用只用 two flower 吗 两个面粉 两粒面粉 没这个东西 好 B 花掉 how many bags of one flower 一样 你要几包面粉 一面粉 不对要一包 所以只有one也不对 C 花掉 how much how much flower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面粉 two bags of flower 两包面粉 答案正确是猪 ok 这样知道 好 来 那我们把这个答案填上去 how much how much flower do you need how much flower do you need two bags of flower ok 答案选出 我们看 第十三题 ok 好 these gifts are from my classmates i like all these gifts 好啦 一样在考虑受格的概念 these gifts 是不是复述 这些 例子是这些 这些礼物是复述 好 like 一样 动词 动词要加 show 对了 好 然后是复述 复述的话 你就要把单数的选项 先去掉 这个画掉 好 然后再来呢 show 格不是用they they 是主格 当主词 them 答案是them 没有错 there 是所有格 所有格要加名词 这个不对 there 是他们的所有格 所以答案选c so is i like them all 我全部都喜欢 these gifts are from my classmates i like them all 好 他们全部我都喜欢 我喜欢他们全部 答案选c 好 十四题 she likes blank but she does not like blank juice 好 她喜欢什么 但是她不喜欢什么 果汁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选项下去套 喜欢什么 苹果 喜欢苹果 不会只有某一颗苹果 一定要复述 所以a 画掉 好 这个留着 c 画掉 OK 好 所以apples对不对 但是她不喜欢苹果汁 来 这个果汁是用苹果做的 所以那个苹果变形容词 不用加s 所以这个b画掉 OK 所以答案是选c 好 你记得两个名词在一起的时候 好 这n加n 这个复合名词对不对 第一个n 要转成形容词 是不加s的 行容词是不加s的 好 这叫复合名词 两个名词 两个名词在一起叫做复合名词 好 那第一个名词是当形容词 使用 不加s 所以苹果汁 苹果做的果汁 你不要说老师 很多苹果 才能做成一杯果汁 我知道 但是现在那个苹果汁是拿来形容词 这个果汁是什么 做的 什么的 有那个的就形容词 OK 好 所以是苹果做的果汁 所以那个变成形容词 不加s apple juice就好了 OK 好 来 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what's wrong 什么了 我把句子念过去好了 OK 好 she likes apples but she does not like apple juice 记得喔 apple juice apple juice sorry 好险喔 好 ap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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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喜欢苹果要加负数 但是苹果做的果汁 单数就好了 apple juice 因为这个apple 变形容词 apple juice 好 用单数就好了 答案选猪 OK 好 来 第15题 Do you have blank eggs? yes yes I have blank 他说你有什么蛋吗 是的 我怎么样 照理来说 我们疑问技术用any 对不对 好 可是这边他是比较肯定的说 你有沒有一些蛋 他应该确定他家有蛋 所以他就说 你有没有一些蛋 来一点吧 我要做东西 揪一下 揪一下 好 OK 所以这一个 两个选项 一般来讲是用any OK 但是你们这个版本他有用some 那就用some 好 是的 我有 是不是 这个就是用肯定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对对看这个选项怎么套 Do you have some 对了 可是yes I have 是不是肯定 肯定 绝对不用any了 所以A化掉 好 你有许多吗 有啊有啊 我有一些 许多配许多啦 好 人家问说你有许很多蛋吗 有啊 我有很多 有啊 我有一些 很多配一些 这个数量不对称 好 B错 好了 你有没有许多蛋 来 辣词 只有辣词的话不能加名词 要辣词 才能加名词 要辣词才能加名词 加X 所以C错 后面是对的 yes I have a lot 对 我有好多 yes I have a lot 是对的 因为后面没有名词的 所以不用加F yes I have a lot 就可以 那个a lot 可以单独使用当代名词 OK 你记得 这X是名词 所以Lots of X Lots of X 才对 所以C错 好 你有没有写代语 我一写sum 所以答案就是对了 sum 知道吗 这题的选项 你可以是any配sum 或者是sum配sum any配sum 或sum配sum 都可以 所以答案选 Drew 正常来讲 一般 通常的文法版本 都是any 然后这边是sum 只有邀约 要不要来点咖啡呀 How about some coffee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要不要来点茶 这种邀约的话 我们才会把sum 放到疑问句 要不然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用any 放疑问句 或否定 sum用在肯定句 OK 好 所以属体答案选诸 OK 好 那这个以上 重点把它记下来